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树 如果美国把TikTok禁止了 这未免太不自信了 那么反过来讲 那群人把脸书、油管、谷歌 所有等社交媒体软件全部都禁止了 那么这是不是未免太过于自信了呢? 诶,那到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 这个就交给我们的中国网友 这个网友说 我打个游戏能把我卡死 天天开加速器 然后下面的网友说 加速器你离进去不远了 诶,胡新宇是不是也翻墙了 然后这个网友说 中国也要禁止苹果手机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嘛 中国不是一直在制裁我们吗? 对不对? 我们这次国人就制裁他一次 行不行? 算我求求各位了 算我求求各位了 所以就像我 从来都是不用华为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所有的苹果都是从深圳出来的 所以我买一台苹果 富士康就可以支付两个人的月薪 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真的太贱了 这个人说 所以可以取消英语考试吗? 然后下面人说 一定要认真学 有能力就能走出去了 高级黑 所以我非常欣赏他们 我觉得外交部发言人 牟宁说的这些话 非常的好 Good morning 好,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大咖 对这个事件是如何评论的 他有一个抖音视频是 他们为什么惧怕TikTok 美国高层如此惧怕TikTok 是因为他以一己之力 撼动了美国的媒体操控体系 美国白宫要求所有政府机构 在30天内卸载TikTok 也就是抖音海外版 美国众议院更离谱 要求所有美国社会都禁用TikTok 他们的理由是国家数据安全 意思大概是觉得 我们可能会偷偷调用查看核心数据 可事实上2022年TikTok的用户数据 已经全部迁移到了 美国甲骨文公司的服务器上 他们甚至还专门成立了一个 上百人的数据安全管理团队 来监督这件事 所以这美国政府是信不过 他们的甲骨文公司呢 还是数据安全管理团队呢 其实都不是 数据安全只是欲加之罪 他们如此惧怕TikTok的根本原因 是在于TikTok改变了 美国社会的话语权权重 没有TikTok之前 不管是传统媒体 还是Facebook和Twitter 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只是看客 只有权贵显赫们 才能拥有百万千万粉丝 也只有他们才拥有舆论影响力 但TikTok的兴趣推荐算法 改变了这一切 粉丝量不再等于话语权 一个被欺负的黑人小哥 一个被霸凌的初中生 那些无名士 只要用手机拍好短视频 这些短视频就有可能成为爆款 就能获得影响力 这一点对于美国高层来说 是很难接受的 说到这儿就要提到一个神秘的组织了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这是一个已经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私人组织 但几乎每一届的美国总统 重要官员和全美国的媒体高管 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 美国的全部媒体和平台 什么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YouTube Facebook 连迪士尼漫威和华纳兄弟 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 他们的媒体帝国关系图 大概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是怎么操控舆论 甚至操控选举的呢 比如2020年 推特就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合作 大量封锁了现在这个美国总统的负面信息 结果呢 特朗普失去了连任机会 之后他们更是斩尽杀绝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极大平台联合封杀特朗普 完全不给他发声的机会 除此之外呢 这些美国社交媒体 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文化输出 2019年 推特就曾经一次性封杀了 936个来自中国境内的账号 后来TikTok横空出世 一手雪花飘飘 北风萧萧引起了疯狂传唱 麻将桌摆进了NBA球队休息室 而吃不到中国美食的美国小姑娘 直接哭了起来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知道 原来中国是没有零原购的 凌晨3点走在大街上 是不需要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的 可以这么说 在美国 有一段时间 中国元素一度成为了流量密码 他们的舆论操控能力变弱了 最引以为傲的文化输出 也有点被中国反向输出的意思 你说他们能不揪心吗 所以你看 他们所谓的言论自由 其实是要加一个前提的 那就是必须对他有利 说到底你得理解 对内部分民主 对外帝国独裁 可能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底色 那我现在就有一个疑问了 为什么在海外 有这么多的中国城存在呢 那为什么在中国 却没有美国城呢 还有就是 美国为什么如此惧怕TikTok呢 我也就是奇怪了 那红社会好像就不惧怕脸书 和Instagram 还有就是谷歌啊 油管啊之类的 是不是 还有啊 就是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啊 就是TikTok改变了美国的话语权重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是不是 但是抖音 有没有改变中国的话语权重呢 您的行为已违反社区准则 已被永久禁言 所以至今呢 我都没有搞明白 为什么同样的视频 有些人就能发 但是我们这样的人就发不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 像我这种无名事 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奋斗 却不被曝光呢 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很郁闷啊 然后反之啊 油管也是这个样子啊 就像他说的川普啊 这个是一个事实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坐油管 我都是坐的跟乞丐一样 不好意思啊 我要纠正一下啊 是连乞丐都不如 然后最后一个 凌晨三点钟 走在中国的大街上 是非常安全的 凌晨三点钟 无论你走在任何国家 任何地方 都可能会遇到危险 因为罪恶 通常是喜欢在晚上活动的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视频 我又在黑美国了 昨天发了美国针对TikTok的视频 很多阴阳师疯狂评论 其中看上去最有道理的一个观点是 中国大陆也用不了谷歌 Facebook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 对等而已 不要再黑美国了 听上去很有道理对吧 对 放屁 中国对于想进入国内的外国互联网公司 从来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愿意遵守这些法律法规的 他就能进来 当年谷歌就是这样 已经进入到国内市场了 只是后来他又不愿意遵守这些法律 所以就退出了 这叫什么 法律法规放到明面上 玩的是阳谋坦坦荡荡 可美国是怎么对TikTok的 没有违规整改通知 没有援引法律条文 什么都没有 就直接下令30天内卸载 这又叫什么 叫小屁孩玩不过掀桌子 昨天 谷歌为什么不遵守中国政策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红社会里有一个审查的机构 数据要通过他那里过滤一下 这个是谷歌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非常主要的一个东西 你却不跟大家讲 难怪人家喷他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评论 一错 蠢和坏 很明显 这人是最坏的 然后这个人说 1450们着急的样子 太搞笑了 这里太多1450 看起来你更急 自己冒出来了 是啊 小粉红 阿Q又赢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这个国内的抖音 看到很多清醒的人 在出来发表言论了 这就说明 接下来国内 很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咱们往后看 然后这个人说 有些人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样的人挺可怜的 这个主播 他最坏的地方 他就是把好的和坏的 真实的和假的 全部混在了一起 然后变成了假的 年轻人 那总的来说 这个博主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博主 我都因为他这些科普 我学到了好多好多知识 人家976.4万 我讲出的话 他也没有睡无力 各位 我今天不说了 我太伤心了 拜拜